前几天看到一个热搜 叫原来鼠标还可以横向滚动 具体的内容是 在碰到这种横轴比较长的内容时 只要按着Shift再键 再拨动鼠标滚轮 就可以横向滚动了 很多人惊叹 火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知道鼠标还能这么用 于是 一个视频选题诞生了 我收集了一批关于鼠标的实用小知识 那先看下去 一定有你不知道的 一般的鼠标都会有三个按键 左键 右键 和滚轮中键 这三个按键中 就藏着无数基础 带有实用的小操作 比如 使用左键 双击一个词 这个词就会被选中 点三下 它就会选中当前这句话 很多人选择某一大段内容的时候 都会按着鼠标左键 然后拖动选中 其实 还可以把光标放到内容开头 左键点一下 然后按着Shift不放 把光标放到结尾 再点一下 而当你选中一段内容后 大部分情况下 只要把它拖动到任意一个输入框 就可以完成复制粘贴的操作 碰到像门库 模糊这种禁止复制的内容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复制 除了文字 它也可以用在其他内容上 比如 拖动一张图到任意文件夹 就能完成下载 拖动到微信等输入框 就可以快捷发送 在里面乱七 拖动一个超链接到输入框 网址就会被提取出来 把链接拖动到上面的标签中 就会替换掉对应标签的网页 把链接拖动到标签旁边 会显示一个小箭头 松开鼠标 就会在对应的位置打开它 按着Ctrl 再用鼠标左键点某个链接 可以在后台新标签页打开 这样可以在搜索时 打开一大堆网页 然后统一再看 在网页上 很多这种带链接的内容 不太好选中 比如想选这句话中间的内容 直接拖动鼠标是没有办法选的 而这时 只要按着键盘上的out键 再用鼠标去选 就可以直接选中了 这种方式 可以直接选中 并复制网页上的大部分内容 电脑微信 一般情况下只能单开 但你只需要用鼠标左键快速点击 就可以多开了 讲完左键 我们再来看看中键 除了刚刚讲过的 按着Shift键横向移动之外 它还可以在支持缩放的地方 按着Ctrl 波动滚轮 实现放大缩小 在浏览器上 对着某个链接 按下中键 同样可以实现后台新标签页打开 在Word或者浏览器 这种有标签页的软件上 用鼠标中键点击某个标签 就可以快捷关闭 按住键盘上的out加tab 打开多任务试图时 也可以用中键快速关闭软件窗口 朝按中键 可以打开自动滚动功能 内容会随着你的鼠标直升滚动 不用再波动滚轮 在Win11 点击鼠标右键 默认打开的是这种新钥匙菜单 功能确实严重 小而老菜单 需要点显示更多选项 其实只要按着Shift 再点击右键 就可以直接互出老菜单了 甚至还要多一些功能 而老菜单 有时候会非常非常长 甚至有很多不知道干什么的选项 这个时候 只需要下载一个叫Context Menu Manager的软件 就可以把不想要的内容统统关掉 还可以自己任意创建菜单项目 鼠标除了原生功能之外 还会有很多功能增强软件 意再把它打造成最方便的效率工具 这类软件一般有两个类型 鼠标手势和鼠标工具箱 先来讲讲鼠标手势 比较出名的有Mouse Ink W Gestures等 这类软件的功能都差不多 我拿Mouse Ink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安装完之后 按着鼠标右键 向上滑是复制 向下滑是粘贴 画下L是关闭档线窗口 向右上角滑是全屏档线软件 向左下角滑是缩小档线软件 左上角滑是SC 右下角滑是Delete 选中某些文字 画下S会搜索选中的内容 除了通用手势 它还支持对某些软件单独设置手势 设置快捷键和类似Mac上的触发角 打开触发角后 把鼠标移动到屏幕的四个角落 就可以触发不同的功能 上面的所有功能也都支持自定义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和强大 在浏览器上 又有CRXMOS等浏览器插件 可以实现鼠标手势功能 第二类是工具箱类 代表软件就是Quaker 这个软件的强大 已经被很多人吹爆了 它足足有上万个功能 不是一句两句能讲完的 值得单独做一期视频 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在安装完Quaker之后 按下鼠标中键 就能护出快捷界面 它界面上有上下两个部分 上边是全具功能 下边是为某个软件单独设置的功能 这些功能都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快捷打开某个软件 文件 文件夹 比如可以把常用的软件放上去 要用的时候只需要护出界面 就能快速打开 也可以快捷启用某个动作 而这些动作则是这个软件的灵魂 比如说它默认自带的动作 可以截图 OCR文字识别 选中文字后点击快搜 可以快速在多个搜索引擎中 搜索选中的内容 点击翻译 可以快速把选中的文字 翻译成其他语言 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个包含了上万个动作的动作库 且支持自定义动作 我们打开它的动作库 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功能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做不到 比如解锁网页的复制权限 批量重明明文件 给微信添加表情包裹 在微信快速发送指定消息 或者定时发送消息 Word自动排版 等等等等 几万项功能 都可以一键粘贴到自己的窥口中 然后通过鼠标点击调用 也可以发挥想象力 自己创建动作 就像搭建一个私人的工具仓库 可以说是神器中的神器 Windows的鼠标光标 其实还可以安装皮肤 有一个叫做知美化的网站 就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 在这儿 你可以把你的鼠标指针 替换成任意的样子 比如有科技感的 可爱风格的 各种游戏角色 动漫角色等等等等 除了上面我分享的功能 鼠标还有很多其他的冷知识和妙用 比如部分游戏鼠标 有侧键可以设置各种红 再比如鼠标光标丢失时 如何找到自己的光标在哪 大家可以看痕迹痕迹这一期视频 如果你还知道什么其他 关于鼠标的使用知识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选递99 我们下期再见吧